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欢迎收听今年的神中课 《言论世界千人》报导事件正集 今天是3月27日,题目是 《在困难中遇到上帝的恩典》 《马太福音》24章9和13节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困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恒惚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一天下午,我和我的宣教伙伴 参加了圣经课学生住处附近的一间新屋 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间几乎已经成为废墟的房间 有三个小孩 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其中最小的一个还在哭中 当我来问她的爸爸妈妈的时候 才知道她们的爸爸在她们很小的时候 就坐牢了 而妈妈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外面贩卖小吃的 谈话之间,我们看到两个女孩 向着我们跑过来 她们看起来很生气 她们质问我们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是谁呢?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呢? 于是我们就介绍自己 我们是报导师 在这里是结交朋友 为人祷告,平时分享圣经的话语 其中有一个妇女 很严厉地跟我们说 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圣经 我们不能接受其他教议 她们警告我们不要再来 因为那个地方曾经发生绑架事件 于是我们就决定回家 在那天晚上 有两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 去到我们的面前停下 问了我们一些 跟先前两个女人说的问题 然后她们就请我们去到警察局 接受征讯 我们满怀信心地跟着她们 相信她们是警察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 我们被交给负责审讯的人 有一个警察声称我们 是邪教组织的成员 警察继续审问我们 但我们因为太紧张 而没有办法做出适当的回应 现场很快就逼满了很多人 有一群人包围着我们 接着其中一个小孩 竟然控告我们 硬逼她 跟一个小孩和我们围伍 我感到很震惊 我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这些人 会以莫需要有的事情 来控告我们 闭上眼睛一阵 低声地讨告 请求上帝 啟敌人们的心灵 帮助我们解释真相 突然间 我听到一把很温柔的声音 我立即鼓起勇气地说话 我开始平静而自信地跟警察交谈 然后我确信 当时有圣灵在我一边 透过我说话 在经历这场患难的时候 上帝没有扔下我们 他派了一个警察 帮我们脱离这个困局 他是唯一一个相信 并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真是很有福气 能够见证上帝的能力 他向我们展示他的大能 和他对那些尋求遵行他旨意的人 是多信实呢? 我是菲律宾总校区 第45届报导师 唐巴柏加西安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